自打当面跟肖静推婚后 我家就怪事频发 我爹走夜路回府被人套了麻袋 强迫着拼了两个时辰的十八摸 兄长出门相看 接连踩了几抛狗屎 在上缘灯结上臭鸣远扬 还有对面卖肉夹馍的三哥 忽然披下十几年的小摊说 要去边关卖烧鸡 就连我家的猫躺在门前晒太阳 都免不了被人踹两脚 我忍无可忍 当街拦下肖静的高头大马 哭吼着 我要杀了你 肖静暴毙猩猩眼看着我 可爱的捏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十年 当初白白净净 一糯米团子的肖静 是吃了什么要 长成现在这副杀神木样 那年我爹高中进士 做了汉林任的数级事 举家从精灵牵制丰都 与轩武将军府一墙之格 我刚满四岁 拿着我爹的朝板在泥坑里打滚 碰上端端正正 坐在门前小板凳上的肖静 剧府里的老嬷嬷说 肖静当时生的粉粉嫩嫩 玉衣般的小人 他回屋取藤球的功夫 回来就瞧见我骑在玉人身上 边哭边用朝板打他的屁股 肖静吓懵了 明明是他被揍 哭得稀里哗啦的 还是始作俑者的我 无他 我从小就有个毛病 一激动就掉眼泪 哭声越大 下手越狠 肖静几次想翻身 都被我哭着按在身下 而事情的起因是 庭院里一颗出墙的红杏 我说树栽在张福 性子自然是张家的 肖静捏着小布包 一本正经跟我说 大兴朝的误犬法 叽叽歪歪没个停 经此一意 肖静趴在床上 闹了大半个月不敢出院门 还舔着脸 求承管家拿把葫芦来收了我 肖大将军气得又捶了他一顿 扬言我这样威武的女子 可该是他家的闺女 彼时圣上没给我爹赐教 没恩准肖伯伯骑马 以往他们俩三更起身 一同步行去上朝 倒也其乐融融 一听说隔壁肖大武夫 要我去做他家闺女 我爹顿时不干了 他偷摸早起了一刻钟 迈着沉重的步伐 一口气走出阿里地 本以为甩掉了肖武夫 结果一扭头就见大将军 一身轻松 还冲他挥手 张大人 今儿怎么走得这么急 承然我爹是体胖了些 后来我老老实实跟肖静低了头 大家闺秀不该跟小孩一般见识 为表歉意 我成立的扶摩派 给肖静封了个 中庸左护法的虚弦 当派国家家时 大伙抢着做陪嫁丫鬟 教夫 媒婆 就连教子都有人办 就是没人做新娘子 我给懵懵懂懂的 肖静盖上红盖头 抹上我娘的红烟纸 拿树枝挑开盖头时 我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闭着眼一口啃上肖静的脸颊 他一脸呆滞 活像是被吓了定身符 我巴唧一下嘴 他回过神来 捂着脸扭着小屁股 边跑边哭 二爷爷 我被妖怪咬了 大概我是略微灰头土脸了一些 但也不至于像个吃小孩的恶鬼 陈管家说我是个女孩子 不是妖怪 肖静一听 哭得更大声了 我们俩的两子就这么结下了 五岁那年剩下 肖伯伯说要教我们这几个孩子求水 他一见五夫也没什么瞧法子 就是爱个把我们丢进池子里 肖静穿戴整齐 说什么都不敢下水 一会儿说水冷 一会儿说池子脏 我摒弃已经能游上三四的来回 肖静还坐在池边洗脚 我跟哥哥哄骗他 池子里有鲤鱼 你下来摸摸他 他晚上就会变成画本里的鲤婆 或者捉猎的谎言 竟然把肖静哄得一愣一愣的 哥哥见他慢吞吞地脱衣服 悄悄绕后一把拽下了他的裤子 肖静慌忙去提 却见我盯着他双腿之间两眼发指 他胀红了脸 七手八脚提上裤子 我眨拔了一下眼睛 拉开自己的裤子 一字一顿说 肖哥哥你跟我不一样 为了证实我的说法 我追着肖静要他脱裤子 给我仔细瞧瞧 肖静支支吾吾 捂着裤腰带死活不撒手 我呆呆地跑去跟陈管家告状 说肖静下面长了条奇怪的肉虫子 陈管家说也不是笑也不是 背地里只好跟我娘禀名了此事 我年纪太小 哥哥因此替我挨了顿毒打 我哥气得升天 把这事怪在了肖静头上 发誓要叫肖静以后都没有裤子穿 自此肖静怨忍瞧见 我哥就抓紧裤带 生怕他走在身后 不过这是仅仅持续到了12岁 作为全家武力之最高的 我被肖静单手按在了石桌上 毫无还手之力 哥哥在一旁对着 哭得眼泪汪汪的我感叹 妹子 我早两年就不敢惹他了 细细白白的糯米丸子 突然变成了眼前这个黑小子 我咬牙切齿 肖静一定背着我吃了神药 一定是 13岁之后 我跟肖静就见得少了 他被肖大将军拎去了兵营 我被阿娘拘着学才医 我也不是没有绣过东西给肖静 他钉在帕子上的水鸭子 一本正经说 绣得很好 下次别绣了 张府的花匠最喜欢肖静 他说我俩一见面就闹 一闹我就哭 他急得团团转 偏声 我又哭得昏天黑地不停歇 他就对着空地使利己 花园的土都不用翻了 表兄从里面带来一种奇特的果子 我跟肖静就应不应该包皮的 视前后摔连而去 留下哥哥一个人 乐滋滋吃完了一整盆果子 我憋得胸门鼻酸 出门就看见他 揪着柳条在岸边擦眼泪 他恼我出言伤他 说那个八单子打不着的表哥 胡乱献殷勤 我气他竟然感谢出我大小声 结果演变成我俩 在园子里抱头痛哭 至于表哥 就像是前些日子 如华表姐嫁给的另一位远房表亲 这在张家没什么稀奇的 有朝一日 我也会在父母亲的安排下 嫁给精灵老家排行 三四五六的哪位表哥 情斗未开的时候 这些事在我眼里 像是浮沫派的国家家 正是此时 趁着回丰都的间隙 萧静把我堵在垂花巷 红着脸 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 那时他晒得极黑 声音粗雅 官职不过是小小的校尉 脸上带了伤 一身难闻的体秀器 他递给我一把沾写的双刃剑 说是他斩获的战利品 我使了劲 没拎起来 有月半晌 我拖着双刃剑还给他 郑仲说 我要嫁给表哥 萧静当时差点站不稳 嘴唇颤抖 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吓得忙问 你是不是哪里受伤了 他摇摇头 样子十分可怜 我不明白 我前思后想 告诫他 男儿何不带无垢 收取关山五十周 你以后也是要娶表妹的 别在我身上耽搁了 萧静看我的眼神 顿时迷茫起来 至于那把双刃剑 被我哥捡回了家 挂在屋里日日把玩 纵使有七八个失灵成婚的表哥 我高低还是得选上一选的 头一个 是跟我爹同在经围关的汉林院 编修之子陆长 他母亲是我娘的仪表姐妹 排行老二 我叫他二哥哥 二哥哥生得俊俏 面如腹粉 口如寒丹 较知识二三岁时的萧静 也毫不逊色 我跟他约着吃过几回茶果子 还订好上元节 一块赏灯 正当我以为事情水到渠成之时 灯会上我跟陆长迎面遇上了 此刻应该远在青州的萧静 黑面神像是一座小山堵在路中间 我感叹 他一身快头 脸被风霜糟蹋得有些可惜 不如身边的二哥哥好看 却见陆长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萧静 我们俩打算去珍宝阁看看首饰 陆长不知道路 我也不知道 萧静吃笑一声 冷冷地说 那就跟着我走 我们信了他鬼话 在城里绕了两圈 我嘲笑他做将军的 竟然不认识路 他说我不该穿这么几脚的绣花鞋 当着满大街的人 我们俩吵了面红耳赤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恶狠狠问陆长 我们应该走左边是不是 萧静也转头看向他 陆长含羞待怯 瞅了一眼萧静 扭扭捏捏说 还是听萧将军的吧 灯会散了后 萧静被我回家 行之后像 我一拳砸在他铁一般的背机上 恍然回过神来 他喜欢你 萧静脸黑得跟锅底似的 把我网上颠了颠 你别胡说 我衡量了许久 做啥哥哥生得再好看 我也不能跟萧静分享同一个副局 宋环定情信物 陆长的表情非常复杂 我再三表示不会放在心上 只愿他莫当务别家姑娘 他妈撒着玉佩 声如闻娜 三妹妹可否 我竖起耳朵 仔细听 可否将这玉佩转交给萧将军 手里双鱼 玉佩如同烫手山芋 我发誓我要是敢把玉佩给萧静 他会当场叫我把他生吞了 可怜怒长的心意 在萧静这往死海里折几尘杀 至于第二个表哥 他是在萧静之前 一个给我表达爱意的 我与他垂调相识 我随母亲离开静灵难日 他抱着包糖饼 在渡口哭的昏天黑壁 此后老家来人 总要提起这位憨憨表哥 一来二去 我们俩断断续续通了几回信 即今那年 他跟着几位书败来封都送礼 眼瞅着当年拖着鼻涕的小胖蹲 抽调成了如今卢雅温和的少年 我心里有几分欢喜 再者 我跌下来奉承朝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的读书人 考教过他的学问后 更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金榜女婿 正当我们护送过几回 帕子发簪等小礼时 北方突厥来犯 军情告急 当年的科举是破天荒 延期了半年 再见到表哥成文锋时 他已经头笔从容 成为了肖敬麾下的禁卫军亲兵 我以为路长的事情要没开二度 成文锋却表示 大丈夫心系天下 报效国家 而女思琴应当抛出脑后 一封封家书血片一样 从边关飞回来 信中洋洋洒洒 全是对肖敬的吹捧之词 包扬他爱兵如子 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 兵法轨道叫敌人文锋丧胆 最近一意更是杀出百里 我横看树看 只在家缝里看到了一句 问表妹安 再看肖敬的信 常说些有的没的 什么在图中投诉农家 那农家老伯 做得先鱼不错 养了戏犬很像我 女士和府 上下日夜不休为 边关战士 逢至寒衣 我做了双靴子 送出钱却收到 成文锋的图分书 这回八个字倒是自自为我 今生无缘 来世再报 我差点要以为 他要马哥果失还了 肖敬解释 三个月前进兵落家山 当地吐司的女儿一眼 就看上了这个 来自中原的文若书生 他这位忠诚的亲兵寻思 杀敌是豹国 驱吐司公主 何尝不是豹国 在忠义之间 他果断选择了吐司国公主 信计出去的第二天 他就做了公主的三驸马 肖敬信中调侃道 极清宴上的菜色不错 有一道炙烤羊肉绝佳 想我远在风都吃不到 必定是人生憾事 不浅人送来 吐司国羊毛一撮 都不用看那撮 该死的羊毛 我都能想象 他是怎么在灯下一边笑的 塞帮子发酸 一边给我洗洗 最后一位表哥孙安 门第家是与我样样匹配 我爱字画 他爱诗词 两人脾性相同 相识恨晚 兴许是前两回血的教训 我再三确定他不喜欢男人 也不对入坠 吐司国侍奉公主感兴趣后 才放下心来 纵使我们之间过分客套 少了些少男少女的悸动 但举案其美 相近如宾也没什么不好 然而没过多久 他就跟萧敬家的小表妹 双双跪在我面前 讲道理 我对男人哭得稀里哗啦的 没什么耐性 只是小表妹梨花带雨 好不可怜 我连忙去掺她 小表妹一瞅我身后的萧敬 腿一软又跪了下来 哭哭啼啼说 呜 你就让我跪着吧 他们俩才子一家人 一见钟情 呜滔滔黄河 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跪我 是因为他想毁婚 小表妹跟萧敬又没什么干系 他们俩连话 我们说上过几句 小表妹说 他一见着这位杀神表哥 就牙关发紧 腿肚子打转 家里打去要把他嫁给表哥 他吓得跑肚窜息 大病一场 认识孙安 他才觉着男子 居然也可以这么温柔体贴 不像萧敬 会提着沾血的刀 站在家门口大笑 我解释那天 是因为萧敬提刀杀鸡精神 他喇了几刀 都没结果攻击 还叫鸡顶着半截脖子跑了 我被这场面吓得直哭 他见着我的囧态才笑的 他真不是变态 萧敬躺在太师椅里冷笑一声 我的小两口抱着我的腿 苦苦哀求 表妹姐姐 你就成全我们吧 此时此刻 我就像是棒打鸳鸯的棒 刀切莲藕的刀 他们俩成其好事后 我跟小表妹出乎意料的 成为了手帕娇 他远嫁将临 时常给我洗心 送手势衣衫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为了确认 我跟着萧敬后 是不是死了 萧家军对突厥大胜而归 萧敬战功赫赫 圣上见其英勇无畏龙颜大跃 赤锋中狼乡 碎凤两千奈 萧家的聘礼堆满了前厅 一直延伸到朱雀大街上 兄长十分欢喜 在上好的笔墨纸焰之间 来回挑选 生怕萧府的人 转头把聘礼给抬了回去 我爹倒是忧心忡忡 他组横官场数十年 虽说与萧大将军私交甚度 但两家联姻 他是从来没想过的 旁人也就罢了 如今萧家风头正盛 文臣武将的联合 难免不会叫圣上 以为有结党营私之嫌 我再三表示 他在汉林院编休的位置上 做了十六年没动弹 估计到告老之时 圣上才能想起 有他这么个胖老头 在店上处着 党争的是跟他 没有一文钱关系 那一二的意思是 嫁 我爹摸着肚子问 我把我爹拉到一边 背着我那红眼蜂魔的哥哥 不嫁 我爹横看树看 以为我跟萧静青梅中马 情投一合 虽说一见面就得掐起来 但总归是小儿女的情趣 却没想到 我竟然不想嫁给萧静 一二 可是我爹绞尽脑汁 总不出一些夸人的字句来 那黑小子带你算是不错的 我解释 我跟萧静并无男女之情 只把他当做兄长看待 爹爹虽说有几分遗憾 还是亲自跟萧大将军 回绝了亲事 流水一样的聘礼 又一样样 抬回了隔壁正门 我哥趴在木箱上 哭得死去活来 恨不得是自己抬进了萧家 此时我已经明白 夫婿并不一定要从表哥里面选 就像是孙安表哥 娶了萧静的小表妹 他们俩并无亲属关系 甚至素未蒙面 既然男女情爱之事 皆可放置四海 丰都俊男才子数不胜数 我何尝不能去选 我的干柴烈火 滔滔黄河 小表妹告诉我 怦然心动大约是负重饥饿 不上云端 这种心情很长 长到海枯石烂 此心不语 至于对萧静 那些心思像是四月春雨后的芭蕉 潮湿又朦胧 聚婚之后 我家陆陆续续遇上些奇怪的事 先是我的我爹下朝后 走夜路被人套麻袋 强迫着听了一宿的十八摸 可怜的小老头 在淫慈厌娶的洗礼下 扫得三天不敢出门 告了一个多月的假 复制后又发现 翰林润少他一个不少 多他一个嫌多 他顿感挫败 整天拿着小眼神 悠悠地看着园中的花草 然后就是兄长 出门相看这天 连着踩了几抛狗屎 随身小丝 没准备干净的鞋袜 只好带着 若有四无的怪味 跟几个贵女猜了灯笔 过程中贵女们平平眼鼻 看向我哥的表情 愈发怪异 没几天 丰都的贵女圈里 就传出了我哥身有意味 拉他失礼的谣言 谣言愈演愈烈 就连远在江林的小表妹 都来信询问 眼瞅着我哥 要身卖名列 在我家对面 卖了十几年肉夹馍的三哥 也说要关了丰都的买卖 去边关卖烧鸡 且不说边关卖烧鸡 是个多么匪夷所思的馊主义 只在丰都他的三哥饼铺 就开了二十几家 多少小关小力 想把自家闺女嫁给他 结果他说什么都不开了 歇夜前一天 我捧着手里 比别人多一半肉馅的夹馍迎风流泪 三哥看看我又看看饼 趴在墙上痛哭 我跟几个伙计安慰了他许久 说丰都永远是他三哥的部徒 最后是我家发财 发财是我跟萧敬 从前婆婆家用两条鱼竿 聘回来的小花猫 他姓子野 从不拿正眼看人 打遍朱雀像无敌手 连路过张府的狗 都得夹着尾巴走 恭恭敬敬 叫他一声猫野 猫野好端端 躺在门口晒太阳 不知被谁踹了两脚 拔了头顶上的三撮黄毛 守门的家丁 没看始作俑者 猫野吓怕了 参进萧敬的怀里 呜呜叫得不停 骗了不少鱼汤鱼饭 这些乱七八糟的小事 闹得张家上下鸡犬不宁 我不由得想起萧敬 他最近春风得意好不快活 很难不让人起疑 我当街拦下他的高头大马 咬牙切齿哭吼着 我要杀了你 他暴毙心心眼看着我 可爱滴滴 可爱个蛋 我插腰指着他 嫁就嫁 你等着 萧敬笑得前仰后合 他擦了擦眼角的泪花 我的眼神瞬间不在永远 之前伤心到只吃两碗饭 现在又恢复到四碗的正常饭量 只有我娘 长叹了一口气 他趁着四下无人 握着我的手不停地抹眼泪 萧家小子的身板体格 长年征战又促了这么些年 我家合合怎么受得了 我以为是说打架的事 连忙拍胸图保证 我跟萧敬从来都是活 大不了我先下手 一板砖把他撂倒 我娘哭得更伤心了 不管受不受得了吧 三拜九扣后 我稀里糊涂嫁给了萧敬 坐在昏床上 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江湖 什么鱼打芭蕉 突然心动围着我打转 婚房门从外被推开 萧敬的身影晃了进来 我们俩居是浑身一僵 他站在门口那愣什么我不知道 我是还没想通过 明明去放很话的 怎么就成了他的新娘 该死 我早晚把他们练死在教场上 萧敬怒道 只听了丁一声 有什么东西被折断了 我忍不住好奇 偷偷掀起盖头一脚看去 红衣压发少年狼 除去平日里铠甲的肃杀 眉眼寒情 自是风流 他正苦大仇深地 盯着地上的刀剑震 要想走到我面前 须得把地上突出的刀剑给破了 听着门外嬉闹的声音 我寻思着大约是 风都最狠的闹动法 他三指捏住刀身 用寸进一柄柄折断 但是地上的刀剑何止白把 他眉头越皱越紧 我生怕他 气得把断剑架在冰克脖子上 连忙到小哥哥 一把凳子夹在上面 我指了指旁边的桌椅 他抬头看向我 我看不明白他眼里的神色 只以为新娘不能自己先盖头 忙放下手 他借助桌椅行至床前 伸手掀开盖头 我本着脸低着头 做出一副誓死如归的模样 萧敬副手在我面前站了许久 我不吭声 他也不说话 末了他坐在桌前 一杯接着一杯 把合紧酒喝了个干净 最后一点福根断到我唇边 我救着他的手尝了个胃 他的脸比烧熟的瞎子还要红 直够够盯着我 和和 别后悔 我还没来得及问 后悔什么后悔 来都来了 总看看小将军的本事 接着我就被放倒在洗床上 被包了个干净 连手上的镯子都被录下来 滚落在床下 我迷迷糊糊想 这莫不是传说中的绝力 但小将军浑身健子肉 亿万情迷的样子 属实是容色货人 我那点子 微不足道的理智 早就抛出九霄云外 他握着我的手缓缓向下 笑了声 和和 还记得他吗 我触到一雾 忽然就回到了五岁那年盛夏 有池鞭 娘亲嘴里的事 我果然知道的太晚 新婚后半夜 刚贴着墙壁上一会儿 小军又开始扒拉我 他挂着满头大汉 兴致勃勃 我到冲冲作战 都是一股作气 再而摔 三而结 眼瞅着 这都没开四度了 他还一副不知彦祖的模样 我被缠弄得不行 敏敏呼呼骂他不讲武德 手段下作 他喘着粗气哑着嗓子道 不是我做的 和和 乖 手抬起鞋 我连忙推开他 埋在我胸前的头 不是你 那是谁 萧敬苦大仇深地盯着我 表情沉痛 似乎在说这关键时刻 当真要聊这些 我承认我是使过些手段 他埋在我肩窝里 嗡声嗡气说 我揪起他的耳朵 他忙解释 但你也知道 咱爹在朝堂上是个什么脾性 我爹张胖胖是大心 朝处一号刺头 平生最爱写折子告状 什么利部侍郎 在朝堂上打个呵欠 兵不上书 私底下骂文成香是狗娘养的 文成香家的大儿子是段秀 还是下面里的 京中传言 丰都地底下的蚯蚓 见得我爹都得拳着 前不久我听陪侍郎无意间 提起文大公子 跟京中的脱皮无赖 撕混在一块 我留了个心眼 正巧碰见他前日 在丰盛楼大摆宴席 庆祝你爹大师颜面 我爹如何得罪了他 断袖之事 丰都谁认不知 萧静看着我欲言又止 莫了他长叹口气 他说你爹散播谣言 他是上面那个 我俩大眼瞪小眼 一时语色 就算是我爹这事 不是你动的手脚 那我哥呢 子凌他倒霉 又不是一日两日了 有什么奇怪的 萧静脸都黑了 我身为中狼将 还不至于使着等下做手段 我这没细想 我哥张大仙人 平日里喝凉水都色雅 至于狗屎 萧静换了个姿势 这得怪咱们家的猫野 猫干的 你到猫野设善查 朱雀像哪家的猫狗 没被他揍过 兵部尚书的狐犬 被他撵着脑 狗鼻子没一块是好的 萧静的表情五味杂陈 那群狗的报复 已经算是轻的了 我弱弱道 那是谁踹了猫野 他看着我 一副我心知肚明的模样 兵部 兵部尚书 萧静无脸 他是替自家的狗打架 虽说踹了两脚 但也没在猫野手下讨的好处 大白天的还要蒙面出门 三哥呢 他哼了一声 但笑不语 我掐着他的脖子使劲晃 你不能把人逼到边关去 他招你惹你了 他就是招我惹我了 萧静嘴角下沉 两国和谈 在锦州划分三成为护士 他去那里做买卖 只会财运横通 我鼓着腮帮子 气脑道 丰都有他数十年 苦心经营的买卖 多少大姑娘小媳妇喜欢他 爱吃他做的烧饼 那小子喜欢你 我叙叙叨叨没听清 萧静咬着牙低吼 他喜欢你 我一时愣住 萧静牙咬得撇紧 你不知道 忽略一下那些被我遗忘的事 瞬间浮现在眼前 譬如比旁人多的肉馅 买一送一的枣泥膏 下雨天的梅花之伞 我张了张嘴 哑然道 我之前不知道 萧静似乎觉得 在大婚之夜议论 这是很事不妥 放开我面朝外侧 沉默不语 我看着他宽厚的被出神 龙凤竹缓慢燃烧殆尽 远处传来鸡鸣 你 萧静气鼓鼓转身 咬着唇吻 觉得他很不错 我下意识到 三哥是个好人 他嘴歪眼斜有口臭 他恼羞成怒 走路还会垫脚 背地里 说人坏话是不对的 他微眯了眼 乌黑的眼珠子明亮射人 切齿笑道 你很好 张合 我背后爬上冷汗 表面上却做了最严肃的神态 萧静 你做得不对 他对我这看似轻描淡写的话 说得沉下了脸 我只起身去握他的手 很想说知错能改 善莫大烟 却触摸到他发凉的掌心 萧静从小到大 就是个火炉子 靠着他大冬天 都不用烧炭 他缓缓抽出手 话里满是艰难苦涩 再来一次 我一样会让他离开丰都 说吧 他先开被子起身穿衣 推门而去 为关锦的门飞 吹进来一半桃花 春日盛景 我却感到几分寒意 新婚头天 没有装霸 低声问夫婿 萧静在叫场 整整待了一天 我跟萧静之间 像隔了一道天欠 纵使他在给我低台阶 也使得我们俩人之间的身贺 犹如天边银河 没有去桥指引 合一成双 将绸缎叠好 放进红木箱 屋里还未点灯 隐约传来一股淡淡的酒气 飞月比我提前一步反应过来 扯了扯我的衣袖示意 姑也回来 几个丫头比我还兴奋 一个个用满寒期待的眼神 瞅了我一眼 捂着嘴躲了出去 我转过身 飞月悄悄推了我一把 便脚底抹油 连点火的折子都没留下 屋内昏暗 没过一会儿 窗外一点亮光 也被黑夜吞噬 连萧静的轮廓都看不真切 正盘算着 你什么开场白来架起这座雀桥 却见萧静动了洞 声音低压疲惫 和和 我心软得一塌糊涂 虽然看不见 我也能想象他此刻的表情 平日里神采飞扬的眉眼搭了下来 嘴角微眠 像是雨夜里淋湿的狗狗 他喝了不少 我扶着桌椅走向他 听见动静 他也往我这边挪了几步 身影晃晃悠悠悠 哐当一声 踹倒了地上横七竖八的木箱 栽进绫罗绸缎里 我笑了一声 他在段子里挣扎 狼狈不堪 语气生硬 你笑什么 我正色道 你肯来道歉 我很高兴 但你说话的态度 我不喜欢 他沉默了半嗓 忽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腕 使我跌进了他怀里 绸缎丝滑软绵 触手可及 却是他起伏的胸膛 我脸在发烧 热气上冲 浓郁的酒气钻进鼻子里 他凑近我的耳边 轻轻唤了声 和和 有万般无奈时的和 生气时的张和 也有情道浓时百转千回的和和 俗话怎么说来着 纵有百炼钢 也将化成绕纸柔 我勾住他的脖子 软身问 小哥哥 你在怕什么 提起三哥 他身体立即僵硬起来 胸膛微颤 我能怕什么 这两日我想了许多 垂条相识 总角相知 十一年相伴 小静早已在我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 你怕三哥 怕他的喜欢会动摇 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我 他声音尖色 你真心喜欢他 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 我就知道 他愤慨不已 我刚要抬手安抚他 他恍若未闻 肆意猜测 那么多家烧饼你不吃 你就吃他做的 这不是喜欢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是 如果不是我使手段 叫他离开封都 只怕你早就跟他在一块了 他胸膛剧烈起伏 要不要三年五载 我还没打圣仗回来 载都能下一窝 停 我实在忍不住大吼了一声 他唬了一跳 瞅着我的眼神 有点不自在 强权谋斯 气压平民 这难道是君子所为 你倒我是气什么 无非是气你坦坦荡荡 一郎君在前爱面前 手段如此下作 气你将这些事 遇结在心 不像我问了明白 更气我自己 我抿了敏唇 气我没有早一点 看清楚自己的心 早一点同意你的求亲 早一点告诉你 不必担忧天的一方 边关再远 我都会等你回来 我像是竹筒倒豆子一样 全倒了出来 他沉默半晌 只是身子抖得厉害 我差点以为他喝多了 要发扬巅峰 刚要起身去寻桌子腿 椅子巴啥地给他咬着 萧尽却捧着我的脸 钉紧了我的眼睛 呵呵 我莫不是在做梦吧 要不我抽你两下 我的脸被挤成肉包子 撅着嘴十分滑稽 他放开手 翘起嘴角忍不住笑了起来 搂着我腰的手越收越紧 目光灼热的像是要烧起来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停 等等 你大爷的 萧静 他滚烫的指尖 探入我的衣服内 我咬着仇子 眼泪缓缓落下 他心疼地吻了我眼睛 像个伪君子一样安慰道 呵呵别哭 是谁看见我哭更兴奋的安慰 回门这天 我带着萧静去二哥烧饼铺 赔礼道歉 萧静低头低地从善如流 当场奉上烧饼铺这几日的损失费 还答应给二哥招揽生意 二哥抹着眼泪 小眼不敢瞅一眼去杀神 七七哀哀哀塞了我一袋子烧饼说 祝贺我新婚 只是刚走出数十丈远 萧静就忍不住皱眉 那个可恶的火夫 别这么说人家 我从袋子里掏出一个肉馅吹饼 说好了不生气的 再说了人家也没惹你 他愤愤走到我身侧 伸头就着我手上的吹饼咬了一口 他当我死了 还敢偷偷看你 我横了他一眼 他不看我怎么把烧饼给我 难道跟肉包子打狗一样 丢出来老远 让我去雕 萧静气闷 更加恼火 呸呸呸 这吹饼也不怎么样 我哪里会让他浪费粮食 气得去捶他 明明好吃不得了 你个五夫 火五夫 五夫五夫 你才吃了他几个吹饼就替他说话了 萧静语气里一股酸味 小没量心的 我大半个家当作聘礼 也不见你替我说两句 我插着腰长叹了口气 这可都是为了你 小小将军年少有为 不能让这些争风吃醋的小事 传出去坏了名声 我家夫君宽宽大量顶天立地 难道会吃这些飞醋 他脖子上爬上一片红韵 转怒为喜 黏黏糊糊要靠着我 我拉他一步距离 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 我往回抽了抽 没抽出来 广袖垂下盖住我俩相扣的掌心 夕阳西下 我们俩的影子拉得很长 如同这许多年 我们牵着手相伴着回家 一起长大 而后一起变老 全文完